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但今天我们的话题不是现在有名的那些房地产开发商 我们就想问问在古代有没有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青年学者专栏作家李开周先生 李老师你好 你好 请坐 李开周专栏作家 中国房地产历史研究者 著作有天年楼市舌家上的大宋风华 祖宗的生活等 在古代有没有靠房地产发家致富的人呢 有啊 唐朝有这么一位大老板 唐德宗在位的时候 首都长安有一位巨商姓窦叫窦义 称得上是长安首富 他事业做的最大的时候 整个长安西市有一半的店铺地皮都是他的产业 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窦半城 在长安有一半都属于他的 那是购富的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巨商 难道他是出身豪门 家有背景的这样一个人吗 相反 这窦义啊 出身非常贫寒 他是从小呢 没爹没娘 父母双亡了 只有跟着舅舅一块生活 他舅舅叫张静丽 是一位国家官员 但是呢 行政级别不能算高 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从小没爹没妈的孩子 这也算个苦出身呢 那么这个窦义啊 他究竟是怎么样挖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呢 我们要从窦义十三岁的时候说题 窦义十三岁那年呢 他舅舅张静丽去外地出差 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批失支的鞋子 也就是失鞋 亲朋好友 美人一双 原来他舅舅买回来就是想送人的 对 这送给窦义的时候啊 窦义说了 舅舅这鞋子我不要了 嗯 你没有送掉那些鞋子 别人挑剩下的那些鞋子 你都给我好了 他就就莫名其妙啊 你那小孩要那么多鞋子干嘛呢 对呀 你想穿有个一两双也就可以了呀 原来呀 这窦义心里边有一个主意 什么 带着他舅舅送给他的几百双鞋 来到了长安西市 摆摊大甩卖 哦 很快的把鞋子卖完了 嗯 卖了五百文墙 呃 钱不算太多啊 五百文也就折合半两白银吧 但是呢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有这样的商业意识 还真不简单 对呀 嗯 要搁别的小孩 嗯 有了这五百文墙 嗯 不是买零食呢 就是买玩具了 对 可这斗义不然 嗯 他拿着这五百文钱呢 做了商业投资 怎么投资的呢 他种树 哦 五百文钱 买别的东西 但是买不了很多 嗯 他买了一包鱼树种 嗯 在他舅舅家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 没有住人 这斗义就把那一包鱼树种 撒在了他舅舅家的那所空院子里边 嗯 刚好那一年 风调雨顺 第二年 长出来一万多颗 哦 那可是不小的一片林子呢 对呀 那榆树苗很丑 斗义呢 就从里边踢出来几千颗 晒干之后 当成柴鹤卖出去了 然后到第三年 榆树苗又长高了 嗯 豆义又踢出来几千颗 又卖了一批 几年过去 榆树苗长成船子了 长成冻粮了 嗯 这豆义 把他们全部卖掉 就发了一笔小财 多少钱呢 十四万文 这下可厉害了 十四万文 就是一百四十两白银 您看看这孩子 当了几年树农 结果靠林业致富了 从原来的半两银子 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两白爷 但是豆义还不满足 嗯 他觉得呀 在做树农 卖树苗 卖船子 赚钱 太慢了 他想做法烛 嗯 法烛可不是法国的蜡烛 嗯 它是一种燃料 这种燃料啊 燃点低 热量大 嗯 最适合做饭熬粥了 这豆义就拿着他种树 卖树赚来的十四万文钱 嗯 买了大批的碎瓦片 旧鞋子 鱼树枕 麻油 碎布片 买了很多原料 然后把它们捣 然后把它们捣碎 搅匀 顾了很多人 就去搓 搓成这么粗 这么长的 小圆瓣 嗯 这东西就叫法烛 哦 刚好这一年 长安城其寒无比 冷 啊 燃料其缺 嗯 都义把它的法烛 拿到市场上 被人抢购一空 八十文一根 一万多根 卖了八十万文 八十万文 就是八百多两白银呢 哎呦 看得出 这个小孩可真不简单 是个经商的材料 这一年呢 嗯 都义还不到二十岁 呵呵 有了八百两银子的身家 嗯 他就开始投资房地产了 当时长安西市 有一块空地 原来呢 是化粪池 嗯 后来废弃了 很哇 也很脏 嗯 没有人瞧中这块地皮 没人买 闲置了好多年 都已经有很低的价钱 把它买了下来 对 然后 雇人拉土填平 在上面建了二十间商铺 嗯 租了出去 租给谁呢 嗯 租给老外做生意 唐朝的时候呢 湖人来往中原的比较多 对 嗯 因为唐朝的长安 跟现在的上海是一样的 都是国际性大都市 有很多老外 朝鲜人 印度人 波斯人 西域人 都有 这都义 就把它开发的二十多间商铺 租给了波斯湖人 做珠宝店了 你看看 这还是对外商铺呢 你瞧瞧 就把一块原来化粪池的地方 竟然化腐朽为神旗 现实是化腐朽为神旗 有点本事 这斗意 每天 这二十多间商铺 都有几千文的金账 这一年下来 三百六十五天 上百万文的收入 你说说 它发的能不快吗 哎呀 我说打这起呀 这个斗意 其实就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了 那么后来呢 他又是怎么做大的 竟然能够开发了半个长安城呢 斗意啊 不但有经商的天分 也有玩政治的手腕 他觉得 我是一商人 社会地位很低 这经商啊 如果没有人 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来照着他 他的生意 就很不牢靠 有一句俗话说的好 朝理无人 难做官 其实呢 经商也一样 你朝理无人 莫经商 哎 那么这个斗意 究竟又去找谁 当他的靠山呢 这唐德宗的时候啊 有一个除了皇帝之外 最有钱有势的家伙 这人叫李胜 他的官职呢 是太尉 太尉 军队统帅执掌兵权 那是有权有势 斗意怎么才巴结上这个当朝的太尉的呢 嗯 他呀 打听到李胜喜欢打球 打什么球啊 马球啊 哎 这唐朝 咱们都看到过 这个唐朝侍女都有打马球的 那打马球成风 当然主要呢 就是他们这些当官的或者是贵族来打 是啊 李胜就是一个超级的马球爱好者 嗯 斗意呢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就开发了一片马球场 双手奉送给了李胜 呵呵 这就好比现在有人喜欢打高尔夫球 他就把这个高尔夫球场送给他一样 那是多大一块地方呢 李胜态度怎么样 李胜非常高兴啊 哦 很快的就喜欢上了这个神人斗意 哎 您倒具体说说 这李胜都给斗意一些什么方便呢 这斗意啊 从外地构建了大批的木材 通过水路 旱路运进了京城 一路上要交很多税费 流通税 过路费 名物繁多 李胜呢 给他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嗯 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路上一分钱都不用交了 嗯 兜意的成本 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 嘿 这讨的太多的便宜了 这节省下来钱都是他的利润的 对 嗯 还有呢 当时啊 长安城郊有一曲江池 嗯 曲江池盘有大片的国有土地 嗯 政府拿出来把他们拍卖掉 这土地标价十万文一亩 嗯 别人买十万文一个字不少 李胜 给人打了招呼 兜意去买就很便宜了 啊 一万文一亩 呼呼呼呼 这节省了90%的土地出让金呢 这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 全钱交易 那个时候啊 法律不够完善 我觉得照斗义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 真的不得了 所以他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 嗯 得了一个斗瓣城的称号 呵呵 关于这斗义的传奇故事啊 很多史料上都有详细记载 嗯 比如说太平广迹上 记载了斗义的奋斗史 唐朝笔记 北梦所言 记载了斗义的行贿史 嗯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研究一下 哎 没准如果是经商的朋友去研究的话 还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啊 但是希望那些啊 不太正当的那些招数呢 还是不去学 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整个史书上 其实我们所看到 为商人立传的实际上很少 这跟过去的商人啊 地位低下有关 所谓众农清商 众文清商吧 但是呢 呃 我们尽管不太听说 可是据您的研究啊 在历史上 像斗义这样的开发商 多不多 您的研究啊 在历史上 像斗义这样的开发商 多不多 并不多 反正在我的阅读防卫里边 嗯 像斗义这样 白手起家 最后进军房地产业 通过单纯的房产开发 就能致富的人 就斗义一个 更多的人啊 并不是纯粹的开发商 他们另有别的身份 尤其是官员 啊 这就是所谓 业余时间经商的那些官员 对 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的事例 咱们举两个例子 嗯 辞职通鉴第282卷 说了一个人 五代十国的时候啊 后堂有一位高官 嗯 叫桑伟汉 桑伟汉呢 就是既做官员 嗯 既搞政治 又做房产开发 辞职通鉴里边是这么写的 说三伟汉 营地室与两郡 与民争利 嗯 营地室 搞房产开发 就是说啊 这三伟汉 在长安 在长安 在洛阳 两个城市 都搞房产开发 这个桑伟汉当时的官职有多大 他呀 是后堂的中书侍郎平章士 嗯 中书侍郎平章士 官节可不小 嗯 他相当于负子来想 因为后堂 沿用堂代的官制啊 所谓三省六部 中书省是三省之一 侍郎是中书省的副手呀 那当然官很大了 对 正三品的官 对 官节很高 哎呀 您说这么大的官 还要去开发商铺 难怪刚才那句评语是 与民争利呢 对 嗯 这也说明呢 当时的房产开发 嗯 肯定也是利润巨大 对 我们还要再看一条例子 嗯 去资质通鉴长编 第187卷 有一条记载 嗯 说的是北宋时候 诸王邸多 智产市井 日取起之 就是说啊 有好多 已经封侯封王的 文武大臣 黄金国戚 嗯 也搞房产开发 比后堂还要厉害 后堂就一个例子 三伟汉 嗯 但是北宋呢 有好多人 北宋这些官员当中 有没有被点名道姓的 一些高官呢 有一个人 这人叫夏笋 嗯 是北宋非常有名的三朝元老 在宋仁忠的时候 嗯 这人呢 被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嗯 官节更高了 对 相当于宰相 嗯 比三伟汉的级别还要高 嗯 这人呢 也搞房产开发 哎呀 你说这么多的官员去投身于房地产开发 当时的法律允许吗 法律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嗯 就是在职的官员是不允许经商的 以防呢 你在经商的过程中依靠权势 贪污腐败 对 并且呢 也影响工作啊 那看来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些官员照干不误 可是当时面对这样的状况 那朝廷就不管吗 朝廷啊 不但不管 他自己还做房产开发呢 怎么回事 北宋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机构 还是中央机关 名叫修完京城所 修完京城所 本来的职责 是修筑城墙 给皇帝扩建宫殿 到了北宋末年呢 大概的城墙修的差不多了 宫殿建造的也够豪华了 修完京城所 就开始转型 转型做房产开发 他们做房产开发非常便利 买地不需要花钱 向朝廷申请 划拨了大量的地皮 在上面建商铺 建住宅 开发完了 或者出租 或者出售 感觉这修完京城所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有点像这个国家机构 政府部门 后来呢 就很有点像挂靠在朝廷下面的 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南宋更厉害了 他不但是这个中央直属的一个小机关 去做房产开发 他连这个地方政府部门也做房产开发 比如说南宋首都叫陵安 这陵安就是现在的杭州 杭州有西湖 陵安知府衙门非常聪明 他们就在西湖岸边 还有湖心岛上 修建了大量的塌房 塌房 这什么意思 这名字听起来挺吓人的 其实啊 在宋元明三个曹代啊 一说塌房可不是指房屋坍塌了 是指什么呢 建在水边的仓库 商铺 住宅 都叫塌房 咱们要不解释 现在的人们就听不懂什么叫塌房 但是换一个名词 就是水井房 你就知道了 水井住宅 水井商铺 水井仓库 对 不过刚才呢 咱们在讲古代那么多的开发商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业余的开发商居多 专业的开发商啊 好像挺少的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职业开发商那么少呢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职业开发商那么少呢 这种奇怪的现象啊 其实跟古代的那种开发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那时候的社会环境 政策环境 金融环境 都不大适合平民做房产开发 您知道商人在古代社会 一直是受歧视的 受避视的 社会等级很低 别说商人了 你就是经商做生意 人家也会瞧不起你 宋朝有一人叫陶谷 他写了一本书叫《清一路》 这《清一路》第一卷就说 凡旧令取资者 勿为吃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是把你的房子租出去了 靠房租收入来补贴家用了 人家就说 你挣的钱就要吃钱 吃的就是呆傻的意思吗 所以当时你要是做房东 那可是要受歧视的 这个重农易商 在那个时候 确实是主流思想 每个当时中国古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您瞧 连做房东都受人币 是更何况说做开发商的 所以古代的这种社会环境啊 是非常不利于开发商发展壮大的 那么这是出于思想观念上面一种限制 刚才您也说了 在政策上也有限制 当时的限制在哪里 古代政府一般不允许开发商购置大量的土地 举个例子 唐玄宗的时候出台过这样的一条法律条文 印给原宅地者两口三口以下给一亩 每三口加一亩 住买地者不得过本质 就是说政府给平民划拨 宅地地是有标准的 按人口去分 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地 如果家里是六口人呢 那就给你两亩宅地地 这是一个标准 还有一个标准 你买地的时候 也不能超过每三口人一亩的指标 你说我偏要买 我有钱 你管我呢 对不对 我买一百亩买两百亩 行不行 不行 如果真有人在私下里交易了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堂堂法律还规定 住买田过限得 一亩是十 只要你超过了买定指标 每超出一亩 打你十把 这房地产开发商买地越多 他那屁股就越受罪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买地 要不然你就是聚集很多的人来去占这个指标 要不然没别的办法 不过我们要问问 斗义 我们之前讲的 唐朝时期就已经是发达起来的一个房地产商 他怎么后来就能够拥有那么多的土地呢 其实唐朝的法律对平民有限制 对官员那现在就很小了 你平民买地指标非常低 每三口一亩 如果你是官员 你是皇亲国戚 买到上千亩也未必有人敢管 这斗义很聪明啊 他巴结到了当朝的犬贵 太尉李胜 有太尉李胜给他保驾护航 他买多少地都没有人去干涉了 对 所以斗义这样的例子呢 只能算是特例 不能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么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那朝廷有关部门呢 他们呢 这样限制土地的买卖 我想呢 这跟我们是一个农耕的国家有关 因为在那个时候 耕地才是大于一些的 如果政府让人们随便买卖土地的话 那么大量的耕地就要流失啊 这就有为立国之本 动摇国籍 对 其实呢 还有一条原因 那就是啊 如果允许平民自由买卖土地 很有可能会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 就是有人地痞很多 有的人的耕很少 这贫富差距太大 那就有人造反了 刚才咱们说的 这是关于当时的政策方面的限制 第三点是金融方面的限制 经济方面的限制 那个时候啊 不利于开发商的经济方面是什么 你想 这搞房产开发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放在现在来讲 最需要的是钱 对 没钱 你拿什么买地皮 买建材呢 嗯 我们现在当然解决这个钱的问题 主要是依靠什么银行贷款 那或者其他的一些融资机构来进行融资 对 在古代似乎这方面 这个可以进行融资的机构不多 对 嗯 古代倒是有一些金融机构 有当铺 有钱庄 可是呢 古代的当铺 古代的钱庄 他们的规模都很小 能够给开发商提供的抵押贷款 非常少 嗯 这就限制了开发商的规模 所以金融机构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供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 那当然会限制整个开发房地产的规模了 都只能些小打小敲了 对 嗯 那到了什么时候 这金融环境才变得呢 有利于房地产开发的 那就只有到了民国时期 外国银行纷纷到中国开展业务 开发商们能带到大笔的资金了 嗯 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开发商 才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 看来呀 虽然房地产在中国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 但是受到古代经济社会法治环境的决定呢 所以历史上 真正能够成为 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还比较少啊 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善 那当然现在呢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是比比皆是非常的多了 那已经成为这个中国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所以古今对比也让我们感觉呢 是非常的有意思 好 关于古代房地产 咱们下次再说 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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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建设的区域开发不是今天才有 古人早已开始征地搞建设 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向农民征地 古代的征地赔偿与农民安置与今天有何不同 文化中国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